欢迎大家收看人物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唐纳德、特朗普小儿子在威胁其父亲房地产帝国的审判中的证词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放松的特朗普小儿子在法庭首秀中开玩笑 玫瑰、汽车和牛仔裤、美国贸易协议对非洲有帮助吗? 唐纳德、特朗普、小特朗普表示他没有参与财务报表 拜登呼吁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进行人道主义暂停 请大家收看 关于唐纳德、特朗普小儿子在威胁其父亲房地产帝国的审判中的证词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澳洲ABC 唐纳德、特朗普、小特朗普成为特朗普家族中首位 在纽约民事诈骗审判中作证的成员 该案指控前美国总统、他的公司及其高管 共谋在财务报表中夸大其财富数十亿美元 法官亚瑟、恩戈隆寻求至少2.5亿美元的罚款 永久禁止特朗普及其两个成年儿子在纽约经营业务 并对特朗普和特朗普组织实施为期五年的商业房地产禁令 放松的特朗普小儿子在法庭首秀中开玩笑 BBC、唐纳德、特朗普、小特朗普首次出庭 参与了一场可能影响特朗普家族商业帝国的数百万美元民事诉讼 该诉讼围绕特朗普组织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展开 在作证期间 小特朗普显得轻松并开了些玩笑 但对于家族来说 风险仍然很高 法官已经发现特朗普组织伪造了商业记录 而这场审判将确定其他指控和潜在处罚 小特朗普在证人席上表现得自信 但总检察长办公室认为他和他的兄弟埃里克 与特朗普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拜登呼吁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进行人道主义暂停 美联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他认为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应该进行人道主义暂停 此前在周三晚上的竞选演讲中 一名抗议者打断了他的演讲 呼吁停火 这与白宫之前对该冲突的立场不同 听证会决定特朗普是否可以被禁止担任公职 追溯历史以寻找答案 多伦多星报 印第安纳大学法学教授杰拉德 马利奥卡在丹佛法庭作证 宪法中的叛乱条款确实适用于总统候选人 马利奥卡引用了150年前的法院判决 国会证词和总统行政命令来支持他的主张 这起诉讼没有直接提到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但主张科罗拉多州必须禁止他参选 因为他在2021年1月6日 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特朗普的律师要求立即驳回此案 称原告没有证明特朗普煽动了骚乱 法官沙拉比华莱士否决了这一动议 指出听证会期间提出的许多法律问题 以前从未被法院处理过 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裁决 因为他以前从未对第14修正案第三条进行过裁决 富士康制造你的iPhone 现在他想制造你的电动汽车 彭博社 台湾电子制造商富士康 已生产iPhone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而闻名 宪政寻求进军汽车行业 该公司正在全球各地设立汽车生产线 包括俄亥俄州洛德斯敦的前通用汽车工厂 富士康的目标是成为电动汽车EV制造商 并向希望参与EV革命的传统汽车公司 和初创企业提供服务 富士康的承诺是 他可以以比竞争对手更快 更便宜的速度供应 设计或组装汽车的任何部件 就像他曾经对苹果做出的承诺一样 根据高盛分析师的预测 到2025年 外包的EV市场价值将达到360亿美元 到2030年将达到1440亿美元 富士康希望利用这个潜力 并表示在俄亥俄州进行扩张后 每年可以生产50万辆汽车 尽管该公司尚未确定 将与哪些汽车品牌合作 富士康的CEO刘洋认为 随着成本的上升 汽车制造商需要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 来制造他们的汽车 而富士康需要像汽车行业 这样的更大市场来继续增长 然而 制造电动汽车比制造智能手机 更具挑战性 而且政治背景也不同 富士康在美国的制造经验有限 并且过去曾面临工人待遇不佳的指责 该公司还将不得不应对 不断上涨的成本和劳工纠纷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福特和通用 等汽车制造商 尽管面临挑战 富士康仍然对自己 在应对汽车行业方面的能力充满信心 并相信可以与主要汽车公司 和希望进入一米市场的初创企业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最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家族的民事诈骗审判 特朗普的小儿子成为了第一个在法庭上作证的成员 这场审判涉及特朗普组织夸大财富和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 尽管小特朗普在证人席上表现得轻松 并开了一些玩笑 但对于家族来说 风险仍然很高 法官已经发现 特朗普组织伪造了商业记录 而这场审判将决定其他指控和潜在处罚 另外 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协议 也就是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 这个协议允许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 而无需支付税款 为非洲国家提供了贸易和就业机会 尽管南非等国家已经从中受益 但由于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其他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此外 AGOA也面临一些争议 一些人认为 取消准路权利惩罚的是普通民众而不是政府 所以 这个协议的未来还需要持续关注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特朗普的小儿子 在审判中否认参与财务报表的指控 他声称自己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财务文件的准备是由会计师负责的 这起案件已经判定特朗普父子有欺诈行为 而且 我们还注意到了 关于特朗普是否可以被禁止担任公职的听证会 这个问题涉及到宪法中的判乱条款 是否适用于特朗普 虽然这起诉讼没有直接提到特朗普 但它引发了对他参选资格的讨论 最后 我们聊到了台湾电子制造商富士康 进军汽车行业的计划 富士康希望成为电动汽车制造商 并为其他汽车公司提供服务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 如制造经验有限 成本上涨和劳工纠纷等问题 但富士康对自己在汽车行业的能力充满信心 并希望与主要汽车公司和初创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总结 作为观察员 我认为这些新闻事件都充满了意味深长的细节和故事 特朗普家族的审判不仅涉及到财务问题 还牵涉到权力和影响力的角逐 非洲与美国的贸易协议 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而富士康进军汽车行业则显示了科技巨头 在争夺新兴市场的竞争 我相信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还有更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对特朗普家族的审判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非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是否公平 你对富士康进军汽车行业有何看法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